Urban Decay口红来咯 这一支Urban Decay这个品牌 大家都知道是Olea收购的一个新的品牌 不能说新的品牌 是很有名的品牌 因为Urban Decay的眼影盘 都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一个产品 那Urban Decay的口红 我以前做过很多次的测评 他们家口红就值得买 为什么第一个包装很精致漂亮 它的包装还是蛮漂亮的 就忽略我那个标签 然后这边整个就是真的做的很干净 他们家口红的质感是真的非常非常棒 所有女生第一只颜色 干枯玫瑰 看一下 他们家口红是奶油质地 断面奶油质地 就是不会过于油 但它不会干 就是滋润的一个质地 这几颜色真的可以买它 很漂亮的一只颜色 非常非常好看 它就是一个让你日常生活中 都可以涂抹起来的一个 帮你提升气色的 而且就是可以让你就是有很好气色的 然后就是很百搭的一只颜色 下一个颜色Hitchhide 好知性好女人 我的天这颜色 我跟你说这颜色可以跟CTPK一下 就是比CT那一只Walk of Shame 有的一瓶真的有的一瓶 刚刚那一只颜色是那种小女生可以买 这一只颜色就是25岁左右的 或者是宝妈们 我跟你说这颜色涂上去我的天 立马变成少女 Oh Urban Decay 你这只颜色赢了 这只颜色太好看了 我的妈呀 这只颜色满分 我很少给这种分 这只颜色满分 PK咯 一般人应该看不出它的区别 看Walk of Shine以及CT的这一只颜色 没区别 基本没区别 我的妈超美 2019年我觉得最好看的豆沙色 就是Walk of Shine CT的 但这只颜色我的天完全不输 而且它会更加的 熔断面的那种奶油质地 会更加好涂抹 你知道吗 这种颜色你涂上去 就是会被无数个女生问说 哇你涂的是什么颜色 我跟你们说 你们可能觉得李佳琪孔一哥 涂上去没有任何的 就是参考性 我们来有请一文姐 来给你们看一下 美们这个颜色 我涂到一文姐嘴巴上 我跟你说你们都会觉得说好看 来给金姐给她们看吗 这只颜色 我妈这个脸太大了 这只颜色不是很好看吗 虽然涂到我的嘴巴 就是你们说 熔一哥什么颜色好看 但到一文姐嘴巴很美对不对 不要假笑 不要假笑 就是随便 你要把你的头发放下来 就是把你的头发这样 管人生怎么样 都要笑对人生 你要 他放一下 他笑对一个 这个颜色的非常非常好看 我真的觉得 所有女生涂这件都很好看 下一个 这个颜色叫做 坏雪色 就是那种雪已经搞了什么 就是五六分钟了 它已经就是黑掉了的颜色是吗 姐姐涂这种颜色 这几颜色 宁静姐应该很爱她 好好看啊 这几颜色我的妈 耶 好美哦 这几颜色 生命力出来了 这个真的有点雪浆的颜色 我跟你说 我不要涂那么的就是 线条感 我把上面晕一点点 会不会太红 不会 你就是 会 你真几颜说瞎话 就是我觉得没有太红 你虚假宣传 这个还不好 这个红 但是这个就是真的 红到就是皮肤发光 这些颜色的气场 不是2米8 28米 真的气场28米 直接弹射开那种颜色 这几颜色好好看 So beautiful 而且不染纯 买它 换血色可以 下一个 我想先试下番茄色 Temple 我有点严格 这几颜色没有错 但是它会有一点点的荧光 如果你的皮肤不白 这几颜色不好驾驭 这几颜色 没有是我心里那种番茄的感觉 这几颜色有点亮 有点偏荧光 这几颜色很危险的 这几颜色 No 下一支 来宿醉色 想看紫色 真的好紫啊 你给大家试 我试一下 嗯 宿醉色不要买 就是我觉得它会有一点点偏秋冬 这几颜色夏天有点太重 大家想看紫色哈 来 尤其我们的带货 女王 那我觉得还可以吧 你再说可以 就是不是很行 这支颜色大家不要买它 你知道现在 你跟你的防晒衣 非常的像 而且我感觉现在要去摩仙堡 就是拍那个 就是叫什么 巴拉巴拉小摩仙 第二集 就是那种坏女巫的感觉 你刚还在那里摆酷实上的造型 我觉得这样还可以 他们会把你刚刚那个镜头披下来 你还在摆 我们来看一下 714草莓色 No 草莓色也荧光 不好意思 不行 所有女生就买 绒绒蜜桃 干枯玫瑰 跟坏雪色 这三支颜色 我比较喜欢 我别的颜色 不推给你们了 因为这支孔 也要一百多块钱一支 不是买买完的口红 第一支 我喜欢绒绒蜜桃 第二支我喜欢干枯玫瑰 第三支我喜欢那个坏雪色 谢谢大家 拜拜